这绝对是近年来 韩国最刺激的抗日恐怖巨集 里面不仅有怪物虐杀鬼子的舒适画面 还有731部队的活体实验被曝光 小日本丧心病狂的行为终于被揭露 它便是网飞出品的惊悚动作爽片 京城怪物 故事开始于1945年 位于朝鲜的鬼子受到日军战败的喜讯 准备在48小时内全军撤退 但这所基地 一直在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 鬼子军官下令销毁所有罪证 关在铁笼里的实验品被集体屠杀 尸体则24小时不间断地运往式坑 成千上万的尸体就像垃圾一样堆积如山 这群鬼子唯一带走的 就是这些神秘液体 地道的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铁门 里面似乎关押着某种大型生物 铁门被反复锤打至变形 一边正在放火的鬼子吓得直哆嗦 他们试图用烈火抹去罪恶的痕迹 一头不属于人间的巨大怪物冲破了铁门 在烈焰中咆哮着 怪物连同着日本基地一起消失在火光之中 日军转而将魔爪伸向朝鲜国内 大量的妇女失踪在这里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都被日军抓入了牢中 供日军享乐后再进行生化实验 这些女人们浑身是伤 模样极为可怖 一头鬼子走过 敲击着各个牢笼 让这些妇女全都靠近一些 几头日本兵走了过来 从牢房中带走了两个女人 接着把她们分别关入独立的小飞屋 由于这些女人很久没有进食 看着地上的一盘糕点和一碗水 都忍不住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感到掖住的时候 端起旁边的水一引而进 日本军官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原来水中加入了鬼子撤退时 带着的神秘液体 不久后 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出现症状 痛苦地在地上滚来滚去 日本军官并没有理会 而是转身看向了二号牢房 里面的老妇人安静地缩在角落 鬼子隐隐感觉到实验或许就要成功了 可老妇人还是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一只虫子正在她的体内蠕动着 惨无人道的军方为了记录实验过程 还特意找来了画家 将变异过程全程记录下来 当画家用灯光照看时 才发现一号试验屏已经死撞凄惨躺在地上 顺着满墙的血手印 画家将灯光打向阴暗处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身影 二号实验体成功变异 军方成功制造了恐怖的怪物实验体 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 日军的好日子要来了 日本医学为何如此发达 全因他们全部都用活人做研究 二战时期 日军从中朝两地抓来大量活人 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医学研究 他们被日军统一称为马路大 很多马路大都是在活着 并且清醒的时候被硬生生解剖开 被军方邀请来工作的画家 看到这么血腥的一幕 直接吐了一地 他以为军方只是找他 来给医学杂志画人体结构图 没想到军方干着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 更加疯狂的是 军方不止于研究人体 还更加疯狂地想研究生化怪物 日军利用试管中的神秘虫子 成功创造出了一种可怕的生化怪物 当这条名为腊人的神秘虫子 进入人体后 这名老妇人就开始了痛苦的变异 浑身皮肤开始爆裂 伸长的手臂也逐渐拉伸暴胀 人类的手臂消失不见 转而取代的是一只怪物的爪 差点就把前来记录的画家一爪子抓死 闻讯而来的大佐匆匆推门进来 只见地上躺着血淋淋的尸体 一只小鬼子士兵已经死得透透 另一只小鬼子士兵浑身冒血 狗言残喘地在地上爬着 向着赶到的大佐求救 大佐让士兵谁也不准去救 静静地看着怪物如何进食 大佐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 手下小鬼子士兵想要上前救人 但是大佐却根本不允许 即使小鬼子干着急也没用 就在这时 手下小鬼子再也淡定不了 只见地牢中的怪物身后 长出好几根蛇一样的雏须 在空中飘来飘去 紧接着 一下子就按住了还没死的小鬼子 怪物把小鬼子的脑袋 当成了嬉戏不动 一个小鬼子忍不了 无故长官的命令就开枪射击 然而这根本就是白白上去送人头 送上门的脑花怪物吃得是津津有味 大佐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他兴奋地看着这一切 忍不住给怪物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手下听到后一脸懵逼 这么恐怖的怪物竟然叫女神 吃饱喝足的怪物疯狂撞击地牢大门 试图从里面逃出来 小鬼子看着摇摇欲坠的肛门 尿都快被吓出来了 然而大佐却十分淡定 随着一声令下 按照预定计划 直接将防卫升级到最高级别 小鬼子用氮气喷洒地牢 随着敲击声 怪物也没了动静 似乎是完全进入了睡眠状态 大佐点头示意 士兵打开地牢门锁 在此期间 氮气一直没有停下 生怕怪物醒来发飙 士兵挥了挥手 一个巨大的铁笼子缓缓被推了进来 里面也同样用氮气填充 必须保持持续麻醉怪物 怪物很快就被关进了铁笼子中 然而怪物周围却突然出现雪花样的飘雪 这从怪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包子 并不是普通的包子病毒 而是具有生化武器特性的碳锯病毒 是致死率超高的恐怖病毒 即使怪物睡着了 出于自主保护意识 怪物竟然会主动发散碳锯包子 随着怪物从关押实验体的地牢中走过 碳锯包子在地牢中迅速传播开 不明真相的人质还以为是雪花 竟然主动用手去接 结果下一秒 碳锯病毒恐怖的威力就展现了出来 人质的皮肤开始溃烂 大面积的伤疤就像是被烧炭烫过一样 出现在皮肤上 沿途留下包子的地牢如同人间炼狱 哀嚎声遍布地牢 大左看着睡着了都这么厉害的怪物 着实感到不可思议 怪物被转运到地下更深层 进入电梯时 笼子太大被卡住 士兵搬动笼子时 却不小心关闭了淡气的阀门 此时的士兵根本没有意识到 随着电梯缓缓下降 大左摘掉了面具 他在上层静静地等待着怪物进入地牢 电梯里的士兵听到笼子里发出一响 回头看了一下并没有异常 突然士兵发现周围的包子好像没了 随即报告队长 队长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赶紧去查看淡气阀门 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一名士兵直接被触须捅穿 士兵见状纷纷朝着铁笼子开枪 电梯里传来士兵的惨叫 上层的大左听到枪声立马知道出事 随着电梯缓缓进入最底层的地牢 电梯门突然打开 士兵一瘸一拐边逃边叫救命 直接被怪物一招带走 上层的大左根本看不见怪物的身影 只能拿着手电杆着急 此时的电梯里已经尸横遍野 满脸鲜血的队长突然被求救声叫醒 这才发现身边竟然还有一个活着的士兵 士兵已经被吓傻了 队长让他去关电梯门 士兵却摇摇头根本不敢 队长直接用枪逼着士兵 不照做就的死 士兵只能硬着头皮关门 变形的电梯门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声响 一旦招来怪物 关门的士兵必死无疑 可队长这边也同样用枪指着他 不照做也是必死 最终动静太大还是招来了怪物 处须紧紧缠住士兵的腿 将士兵往地牢深处拉 而士兵死死拉着大门喊着救命 士兵想要队长救他 可队长却用枪指着他 让他放手 队长不想开枪引来怪物 于是疯狂地锤打士兵的手 队长也没逃步怪物地追杀 被捅成了串堂葫芦 没想到队长的命实在太硬 这都没死 被他硬生生关上了电梯门 成功逃回了上层 大佐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队长 询问他是什么感受 大佐拿舍得杀死他心爱的怪物 这是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他还要继续喂养怪物 使他变得更加强大 经过进食的怪物 竟然能够将子弹逼出体外 身体也变异得更加强壮 军方为了能够驯服怪物 每天都会用大量的朝鲜人喂食 带着稻草头的朝鲜人 如同活体食物一样 被绑好送进地牢中 被蒙住头的朝鲜人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眨眼间就被怪物拖走吃掉 军方为了控制怪物的行为 开始在喂食前摇铃铛 只要一摇铃铛 就会投喂一批朝鲜人作为食物 以养成怪物听从铃铛的习惯 这种训练方式不一定管用 但一定废人 很快地牢中就失衡遍野 到处都是喂食后的尸体 院长看着怪物如此迅猛的攻击 感叹着怪物强壮迅猛 这要是能够量产驯服 再投入战场上 那简直比生化武器要厉害得多 院长让大佐继续用活人研究出这样的怪物 如果需要人体 那就在朝鲜本土抓 院长妄图打造这样一支怪物军队 用它对抗美国的核武器 他们的对话也同样被怪物听到 怪物貌似已经进化出了神志 恶狠狠看着上层的二人 甚至想要用处须杀死他们 奈何地牢太高 怪物环顾四周 全部都是铜墙铁壁 唯一进出这里的机会 就是那扇电梯大门 怪物也在思考该如何逃出去 另一边 银采玉也成功潜入了瘟城医院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表面上治病救人的医院 背地里就是军方用来活人研究的基地 每天晚上丢掉的死人尸体 都有几卡车那么多 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尸体恶臭直接熏吐了一名小士兵 忍不住吐了一地的八宝洲 日本军官直接上去就一脚 原来小兵并不是日本人 而是从战场抓来的朝鲜学生 士兵被打得眼冒惊心 军官抓住士兵的嘴 让肮脏的朝鲜人不准随地乱吐 接着把小兵的头狠狠按在地上 让他把造出来的八宝洲再给吃回去 小兵被欺负得体无完肤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 小兵决定当场利分 眼看着小兵很可怜 银采玉就吓了他 他让小兵别这么白白送死 就算死也要死得其所 于是小兵就加入了采玉的小队 给采玉提供了 瓮城医院的地下结构图 同时也知道 明子小姐也被关押在地牢中 明子小姐的消息 很快就被送给了张袋上 得知了明子的位置 他必须要救出明子 于是开始着手准备 但此时瓮城医院却突然宣布永久关闭 一大队日军将瓮城医院团团围住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张袋上找到了隐藏Boss前田夫人 希望夫人可以让她进去 但是前田夫人却拒绝了 夫人知道张袋上要去救明子 然而明子 就是夫人故意扔进瓮城医院地牢的 眼看救人计划要泡汤 谁知道柳安花明 医院里的画家受不了日军残忍的实验 决定帮助他们进入瓮城医院救人 而此时 尹采玉也在医院里寻找着明子的下落 采玉从楼顶的通风管道进入大楼内部 正好看到一群稻草人正被押往地牢 他并不知道 这些被蒙着稻草的人是干什么的 紧接着采玉从一处通风管道口下来 进入了一间阴暗的房间 突然一颗人头猛地窜了出来 采玉小脸被吓得煞白 定了定神之后 仔细地查看周围的环境 原来他进入了一间实验室 这里的瓶瓶罐罐中装的全是人体标本 什么大肠小肠毛肚脑花 全部都被泡在福尔玛林中 甚至连小一些的尸体 也被整个泡在罐子中 看着如此恐怖的场景 采玉忍不住脊背发凉 连连后退 突然身后伸来一只手抓住了他 采玉本就紧绷的神经被吓了一跳 点燃火柴一看 竟然都是一些年幼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渴望地看着采玉 希望他能救他们出去 一想到这些孩子不久之后 就会被日军装进这些瓶瓶罐罐中 采玉再也忍不了了 他决定将这些孩子全部带出去 孩子们被一个个塞进通风管道中 就在这时 研究员突然回来了 孩子们躲在通风口不敢发出一点声 采玉还没来得及上来 研究员准备好针迹 刚要给孩子们打针 却发现牢笼中的孩子们全部消失不见 抬头看着通风管道 意识到孩子逃走 他赶紧去向上级报告 埋藏在柱子后面的采玉 直接一刀送走他 采玉成功带着孩子们 从通风管道往回走 然而采玉并不知道 此时一群小鬼子来到天台摸鱼喝酒 尹大叔正考虑怎么通知采玉先别出来 谁知道采玉敲响了管道 直接惊动了小鬼子 尹大叔只能冲向鬼子 采玉听到动静 立马明白发生了什么 赶紧冲出来 而此时 画家坐着黄包车进入瓮城医院 面对小鬼子士兵的检查 画家直接抬出院长的命令 是院长叫他出门买画材 一个人不方便 要让黄包车一起送一趟 眼看着是院长的命令 小鬼子守卫也不敢阻拦 只能放他们进入了医院 车子拉到无人角落 佯装成黄包车夫的张袋上 和藏在车里的好友全郡度赶紧行动 在约定的地方 张袋上并没有看到银彩玉 但看到了墙上的标志 另一边 银彩玉正在和楼顶上的鬼子缠斗 就在以为所有鬼子都杀光了的时候 还有一只鬼子没死 还用枪对准了银彩玉 随着枪声一响 银彩玉差点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是张袋上及时赶来 生死攸关的时刻 天上放着烟花 还挺浪漫 简单的对视之后 张袋上要赶紧带走名字 他并不知道彩玉没有找到名字 看着一个又一个小孩冒了出来 张袋上直接看傻了 张袋上被彩玉搞得一脸懵逼 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救人 却突然拉了一堆毫不相关的孩子 而且自己完全不知情 张袋上被气得又急又闹 财玉失望地看着张袋上 而张袋上也差点因为说唱憋死 看着孩子们身上大片晕血的针孔 张袋上最终还是心软了 决定先救出这些孩子 把最小的孩子装进箱子里 经过改造的黄包车里也能装几个 最大的那个孩子 就让他当黄包车夫 临走时 张袋上把黄包车帽子戴在少年的头上 叮嘱少年千万不要回头或者停顿 大门一开 就一路光明正大的拉着车跑 少年一路低头拉着车 经过大门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最终还是成功逃了出去 一路上都不敢回头看 边跑边哭 最后成功抵达了金玉堂 而瓮城医院里的众人 即将面对更大的危机 被杀的尸体已经被发现 他们的行踪暴露了 狱军正在内部全力搜捕 而怪物那里经过喂养 智力再次获得进化 他已经找到了逃到上层的办法 一群小鬼子士兵 丧心病狂地把孕妇丢进牢房 然后美滋滋地准备坐电梯回去睡觉 为首的大胖小鬼子拽得跟258万一样 双手插兜 慢悠悠走进电梯 就在大胖鬼子进去的一刹那 就突然觉得眼前一黑 接着小鬼子就感受到了 什么叫撕裂般的蛋疼 怪物见到小鬼子 仿佛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顿厮杀 小鬼子被吓得前列线都裂开 蹲在地上抖个不停 谁知怪物就在他的头顶 这群小鬼子哪里是怪物的对手 被蛇一样的触须 一个个串成了串堂葫芦 怪物把小鬼子按在墙上疯狂摩擦 此时的小鬼子如同丧家之群 趴在地上疯狂必爬行 很快一整个宪兵队的小鬼子 就全部被杀 杀完这一层 怪物就继续下一层的屠杀 随着电梯缓缓上升 两名小鬼子拿着枪慢慢靠近电梯 看着电梯里血淋淋的两扇鬼子 两人顿时就吓尿了 此时怪物的触须也慢慢伸了出来 日本特色的触须怪 仿佛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邪恶 显然他更爱后面这只鬼子 与此同时 张带上众人往地牢更深处寻找名字的下落 刚来到电梯口 就看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见一只小鬼子飘飘然的就飘了过来 头顶上的爪子狠狠抓着鬼子 并大口大口地吸着鬼子 吸完后一把扔到了张带上面前 这把张带上和尹采玉直接看傻了 没想到日军基地中 竟然还有如此可怕的怪物 怪物背后的触须力量惊人 而怪物此时已经盯上了张带上 张开背后夸张的触须 对着张带上怒吼 张带上肩膀被触须刺伤 不知道会不会因此感染 采玉一个划铲 捡起地上的枪 对着怪物连开竖枪 但是子弹对于怪物根本不管用 眨眼间就被怪物逼出了体外 张带上明显知道不是怪物的对手 赶紧拉着采玉就跑 但怪物好像认定了他呀 纵使天涯海角 怪物也要和二人好好接触一下 怪物一爪子抓来 幸好被躲过去 不然至少也是轻一筷子一块 无处可躲的二人 正好看到远处一扇巨大的钢门 二话不说立马躲了进去 怪物眼看着倒嘴的鸭子飞了 气得疯狂锤打厚厚的钢门 钢门都被打遍了形 张带上一脸惶恐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东西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这肯定就是小日本变态实验搞出来的 听着巨大的动静 尹大叔也赶到了这里 悄悄地摸进之后 扭头一看 尹大叔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这么恐怖的怪物 用枪肯定是没用的 尹大叔往地上倒了大量的汽油 再在汽油中撒上火药 一切准备妥当 直接开枪吸引怪物 等到怪物被吸引过来 大叔点燃了汽油 火焰瞬间包围了怪物 怪物怕火 根本不敢上前一步 然而尹大叔还是低估了怪物的实力 尹大叔掏出一袋火药扔进火里 火焰瞬间爆发 怪物被烧到嗷嗷怪角 被火焰隔绝住 没法发动 攻击只能发出无能怒吼 尹大叔健壮也赶紧离开阵态 与此同时 刚刚死里逃生的张戴上二人 就被赶来的鬼子士兵团团围住 面对鬼子的人多势众 他们只能束手就擒 大佐这边看着满地的士兵尸体 显得异常淡定 看着电梯大门敞开 大佐觉得非常有趣 没想到怪物智力飞速进化 竟然学会如何开电梯 张戴上这边 二人被戴着稻草帽子压进了地牢中 就在这时 一个日本军官拦住了小队 他让士兵摘掉了稻草 意味深长地看了张戴上一眼 随即便要压走张戴上 银采玉眼见星上人要遭殃上去阻拦 被军官一把按在墙上 即使自身难保 张戴上也不容银采玉受辱 张戴上越是反抗 军官就越兴奋 张戴上大喊着一定会回来救他的 让采玉等着他 采玉答应了 可军官却等不及了 小鬼子抓着采玉的头发 逼问采玉夜闯日军基地的目的 眼见采玉拒不回答 便对着采玉一阵拳打脚踢 周围围观小鬼子连连叫好 简直丧心病狂 眼看着一般手段根本不管用 日军想到了更加阴狠的手段 小鬼子捏着迎采玉漂亮的脸蛋 他要让采玉体验一下 什么才叫生不如死 小鬼子用军刀 一颗一颗割开衣服上的钮扣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迎采玉心知肚明 但是他依旧面不改色 大不了就是一死 就在小鬼子准备下手时 大佐竟然出现制止了小鬼子 大佐给迎采玉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看着迎采玉不卑不亢的那种眼神 大佐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询问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实验室那只怪物的本体 就是迎采玉的母亲崔星庆 大佐仿佛收到了意外收获 没想到唯一成功的实验体的女儿 竟然主动送上门 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大佐端着两杯水 一杯递给采玉 为了降低采玉的防御心 大佐主动喝了一口 采玉看着眼前的杯子不为所动 而杯子里 早已经被大佐偷偷放了那条神秘生物虫 眼见采玉没有喝 大佐并不着急 他将采玉关进了地牢中 等着慢慢研究 并且吩咐手下 坚决不允许再对采玉动手 这把小鬼子气得直咬牙 等大佐走后 小鬼子被女人折了面子 气得对手下动手 另一边张代上被军官带走 没想到军官竟然和张代上谈起了条件 原来军官早就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他也不想再回到东京 等战争结束 他想要留在京城 只要张代上能够给他足够多的钱 他就帮助张代上逃出去 一看竟然是能用钱摆平的事 那都不叫事 张代上答应了 于是军官加入张代上的阵营 开始向金玉堂寻求支援 准备来一个里应外合逃出去 关押彩玉的地牢中 彩玉看到了母亲在墙上写的字 她找了十年的母亲终于有了眉目 母亲也曾经被关在这间地牢中 想着这么多年未见 母亲到底受了多少苦 彩玉忍不住地哭了 而此时张代上也赶来救他 张代上打开地牢的门 准备带彩玉离开这里 但是彩玉却并不打算离开 他让张代上去救名字 而他自己要去找大祖问得清楚 问清楚自己的母亲到底在什么地方 临别前迎彩玉抱了抱张代上 答应他找到母亲后一定会回来找他 另一边张代上放走的幸存者 全部逃了出来 但是没逃多远就被小鬼子抓到 幸存者天真的以为小鬼子不会杀他们 谁知道他们在小鬼子眼里 连只鸡都比不上 就在这时张代上赶到 开枪杀掉了小鬼子 众人赶紧逃跑 哪知其中一个小鬼子没死透 竟然举起了枪 幸好鬼子杀手赶来了 中了枪伤的幸存者行动不便 落在后面被触须缠住 直接就被怪物吸吸补动 吸完后怪物体力再次恢复 张代上企图用枪扶持怪物 但是这根本就没用 眼看着子弹全部打完 怪物还是毫发无伤 张代上看到了地上的氮气罐子 用力砸开之后 氮气瞬间喷涌而出 怪物遇到氮气瞬间陷入了沉睡 幸存者们死里逃生 陷入沉睡的怪物又开始散发探居包子 幸存者逃入安全地带后 成功和尹大叔会合 张代上让尹大叔带着幸存者们 从约定好的地方逃离 而他要去寻找采运 日本军官这边也偷偷放掉了名字 赢采运找到了大佐 见面就是一枪 他要知道自己的母亲在哪 大佐拿着神秘生物虫 开始给采运上起了生物课 得知那只怪物就是自己的母亲 采运彻底崩溃了 大佐还建议让采运喝下实验虫 变异后也好和母亲相认 说不定母亲还会认得他 采运想要知道如何将母亲变回人类 但是大佐笑嘻嘻地说这根本不可能 就算行他也不会这样做 采运换上小鬼子的衣服 打算押着大佐去找自己的母亲 突然出现的士兵将他们拦住 采运没注意身后被小鬼子一棍子敲晕 醒来后的采运才发现 自己被关在中央地牢中 等待他的将会是终极实验 大佐想知道变成怪物的采运妈 是否还具有人类情感 随着管道中被注入氮气 怪物被一步步逼进了电梯中 电梯上层就是中央地牢 士兵们武装整齐地等待着怪物的到来 阴暗处怪物缓缓向着采运靠近 看着怪物身上挂着的木雕花 他终于相信这就是母亲 看着母亲变成这副鬼样 实在难以想象母亲受了多大的罪 大佐催促着怪物杀掉采运 而怪物也在此刻露出锋利的处须 怪物神奇地停止了动作 处须停在半空不再落下 仿佛听到了女儿呼唤 迎采运哭着看着母亲 而怪物也睁开眼睛看着采运 脑海中画面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随着画面的渐渐清晰 怪物想起来了 眼前的女人就是自己十年未见的女儿 怪物就这么隔空看着女儿 上方的大佐忍不了了 一个杀人机器是不可以有情感的 随即下令枪杀掉采运 怪物赶紧用触须绑走女儿 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全部的子弹 把女儿护在身下 为了以防万一 怪物竟然开启了更为特殊的形态 全身净化成一棵巨大的树 茂密的树枝把所有子弹全部挡住 眼看着子弹没用 大佐下令用氮气 随着氮气喷洒 怪物身上的树枝瞬间溃散掉落 失去保护 怪物将女儿甩到一边 开始屠杀小鬼子 回过神来的怪物砍断了铁链 将采运打飞到安全地带 怪物继续一个人对抗着小鬼子士兵 看着怪物受到伤害后倒下 采运想要上前去救 此时一双手抓住了采运 张带上及时赶来 硬生生拖走了采运 而这时上层的士兵还在乱射 大佐看着晕倒的怪物 却没有半点采运的影子 紧急叫停了士兵 另一边 张带上带着银采运往外逃 但是银采运却吵着要回去救母亲 此时的张带上才知道 这些桑尽天良的日本鬼子 把银采运的母亲变成了那只怪物 不知道怎么安慰采运 张带上也只能轻轻拍打着采运 怪物这边再次被麻醉 关进了地牢深处 张带上二人躲在通风馆中 慢慢抚平情绪 并递给采运一颗糖 不开心就吃颗糖 也许会好一点 现在他们必须要振作起来 想办法逃出去 另一边 外面负责接应的人将一切安排好 石川为了救出小妾名字 也带着整个警队 以检查的名义来到瓮城医院 手下假瓶装成司机 将车开入约定好的地方静静等待 顺便用酒支开了看守的小鬼子 瓮城医院里的日军 在大肆搜索着逃跑的众人 尹大叔带着幸存者 躲在约定好的房间 就在这时门开了 尹大叔以为是小鬼子查来了 差点就动手了 幸好采运及时叫住了父亲 原来是张带上换上了日军的狗皮 简单寒暄几句 时间紧迫 众人必须赶紧撤离 投靠张带上的日军军官 也带着名字 准备一同逃出去 他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 全部上车离开 否则时间一到 石川的车就会开走 众人赶紧忙碌起来 撕开床单 绑成绳子 从窗户扔下去 开始一个个往外疏散 老人和女人先行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例行搜查进来 四目相对 场面十分干大 枪声一响 所有人都全部惊动了 朝鲜小兵虽然杀掉了鬼子 但是这一枪也预示着 即将有大批鬼子赶来 众人必须加速离开 为了给幸存者提供足够的逃跑时间 张带上用床桌子等一切能用的东西堆起来 组成临时的堡垒 他们要在幸存者全部离开前 阻止鬼子的进攻 鬼子很快就敢来 开始对着走廊一顿乱开枪 等待鬼子摸进来 三人才开始了反击 鬼子立刻就被干掉 短时间内鬼子无法靠近 不幸的是朝鲜小士兵在枪林弹雨中重担 最终没能活下来 临死前他把自己的东西交给采云 希望能够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身边 很快幸存者这边全都安全撤离 等到迎采玉撤离时 张带上拉住采玉的手 约定好在楼下见 然而张带上却并没有履行诺言 他不能走 一旦他离开 鬼子冲进来 他们的所有行踪都会暴露 张带上选择自己留下 随即扔掉了逃生的绳子 看着掉落的绳子 采玉明白张带上回不来了 采玉不愿放弃张带上 但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鬼子已经前压上来了 张带上也顶不住了 鬼子决定要 inaccur Gmail 鬼子冲上 最后众人只能离开 完成任务的石川带着警队全部撤离 幸存者也全部带走了 荒郊野外石川也找回了心心念念的小妾名字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放过幸存者 一路派着车跟着幸存者的车 但是张带上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在所有人的配合下 黎毛换太子将车上的人全部安全转移了 张带上这边从通风管道中逃走 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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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慎踩空掉入了海谷堆中 不知生死 而大佐这边突然发现 桌子上的那杯水被人喝了 也就是有辣人的那杯水 经过小兵回忆 来过这个房间的人一共有四人 张带上 银采玉 日本军官和明字小姐 这四人中有一个人感染了辣人寄生体 谁也不会想到 怀着孕的明字小姐刚逃出来 就和石川进入了温柔乡 更不会有人想到 那条神秘生物虫 竟然就在明字小姐的身上 当石川醒来 身边的明字早已经消失不见 而此时明字已经被寄生虫支配 游走在大街上 满身鲜血地寻找着食物 看着不远处晾着的深夜食堂 明字压制不住地吃人欲望 因此直接暴走 手下紧急向石川报告 发现了十几具死状凄惨的尸体 此时的石川还被蒙在鼓里 当他掀开盖着死尸的白布 尸体的右眼直接变成了空洞 恐怖的死状让石川倒吸了一口凉气 掀开其他尸体的白布 每一具尸体都是同样的死法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些尸体的脑子全部都消失不见 只剩空脑壳了 就在此时 大左闻讯而来 当他听见城中有吃人怪物的传言时 就立马察觉到 是欧城医院逃出来的某个感染体导致 但是此时大左并不知道 感染者就是石川的小妾名字 他将张带上引彩玉和名字 全部列为通缉人员 石川发现自己的小妾也无故被通缉 想问明白大左 欧城医院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左以军事机密为由一概回绝 另一边掉落尸坑的张带上并没有死 虽然没死 但已经身受重伤 顺着通风管道爬出来之后 挣扎着爬起身 换上一身日军的狗皮 从房间里摸了出来 准备司机逃出去 就在这时 周围的士兵突然排成队列 张带上神经一紧 赶紧排队站好 而不远处 院长带着前田夫人迎面走来 张带上一脸懵逼 前田夫人怎么会来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然而张带上并不知道 前田夫人就是这间实验基地的最大资助人 她才是真正的猫 而今天就是前来查看院长的实验结果 院长带着前田夫人来到地牢的最深处 看到军方实验出来的怪物 前田夫人不仅不怕反而感到兴奋 大佐没想到 前田夫人竟然认识怪物的身份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怪物的触手差点捅到前田夫人 原来 新庆竟然是前田夫人在京城的老师 而新庆也是被前田夫人 亲手送进了日军的研究基地 新庆仿佛记得这些仇恨 对着前田疯狂怒吼 前田夫人还真是疯批女人 怪不得石川宁愿找名字也不愿回家 看着准备离开的前田夫人 张带上想到了逃出去的办法 张带上趁着士兵们都离开后 悄悄接近前田 用枪逼着前田夫人 带着她一起离开瓮城医院 一路跟着前田坐上了车之后 张带上就坚持不住 靠在前田夫人的肩膀上晕了过去 然而前田夫人并没有将张带上丢弃在医院 她貌似对张带上有点特殊意思 竟然选择就走了她 不得不说 长得帅确实有好处 张带上昏迷了整整四天时间 终于醒了过来 前田夫人在这段时间 不但对她照顾有加 甚至在张带上醒后 还亲自给她量体温 在一旁的侍女都看出来 这其中必有一样 张带上感谢前田夫人的照顾 把前田当朋友 但似乎前田夫人却并不这么想 张带上一脸懵逼 看着前田寒情默默的眼神 而她只喜欢银采玉 银采玉这边每天都来当铺苦等张带上 就在众人都以为张带上回不来时 张带上终于满血回来了 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警局救人 原来放走被当成实验品关押的朝鲜人之后 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被抓了起来 助手贾平更是经过严刑拷问 把指甲用烙铁烫电机等等 贾平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张带上找到石川警长请求放人 而警长似乎格外关注 瓮城医院内部发生的事情 张带上用瓮城医院内的秘密作为交换 才终于让石川放了这些人 而石川这时才知道 瓮城医院里实验怪物的事情 可怕的是 自己的夫人前田竟然参与其中 晚上石川再次回到金屋找小妾名字 可此时金屋中只有侍女血淋淋的尸体 翻来一看 吓了石川一跳 尸体的死状 和这些天被发现的尸体一模一样 石川终于明白 名字在瓮城医院已经变成了怪物 石川气愤地找到了夫人前田 质问他到底对名字做了什么 原来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罢了 前田霸气地回对石川 别用丈夫那种语气跟他说话 石川害怕前田背后的势力 一下子就怂了 但是名字突然怀孕 这让前田夫人很生气 他自己都还没有和张戴上有实质性进展 看了一眼手下的侍女 前田瞬间明白 这一切都是侍女告诉石川的 另一边张戴上和尹采玉二人正在甜蜜约会 突然听到枪声 原来名字又开始吃人了 名字此时的状态并没有和心情一样怪物化 赶来的张戴上二人 看到名字满嘴鲜血一脸懵逼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名字的速度和力量都完全不同于常人 是血的样子却和怪物一样 张戴上拿起一旁的火把 原来名字和星庆一样都害怕火焰 唯一不同的是 名字竟然还能保持人类的理智 恢复过来的名字 被自己的样子吓坏了 赶紧逃离了现场 被抠了眼珠子的小警察发送信号弹请求支援 石川得知发现了名字的踪迹 开始派遣大批人去追捕 名字只能疯狂地逃跑 他不想再回到瓮城医院恐怖的地牢中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 名字依旧没有变成怪物化的模样 原来当那个寄生虫进入人类大脑之后 人体依旧能够保持人类的形态 不仅拥有极强的攻击性 速度也变得很快 即便受伤也能马上痊愈 完全就是新的特殊人类 而星庆变成怪物的样子 完全是因为大左给他注射了碳锯菌血清 所以才会变成丑陋的怪物 睡着了还会散发碳锯孢子病毒 而他们唯一的弱点就是讨厌阳光和火 并对氮气的抵抗能力较弱 名字被一大群警察围堵 抱着怀着孕的肚子坠坠不安 看到石川赶来 名字还以为是来救他的 石川看着名字满嘴鲜血 看来是吃了不少人了 名字求石川放过他 但是石川却让他回瓮城医院 名字抱着怀孕的肚子 石川不但抛弃了怀孕的名字 甚至把他当成怪物一样要关进笼子里 这让名字内心充满恨意 名字直接给石川来了一整套的八神炒韭菜 给石川当场抓得面目全非 而名字也被乱枪打倒 最终关进了笼子 送回了瓮城医院地牢中 一同送来的石川酷酷往外冒险 院长根本无法止住血 赶紧向前田夫人报告 表示会全力抢救石川 院长被前田夫人一番话搞得一脸懵逼 既然这样 那他也只能照办 随后一针下去 直接送石川去往了投胎的高速公路 另一边 前田夫人早就对张代上有意思 希望能和张代上交朋友 可惜的是张代上只喜欢尹采玉 这让前田夫人有了要杀死尹采玉的心 而尹采玉这边 他把瓮城医院里的怪物 就是自己母亲的事情 告诉了大叔 得知那怪物就是妻子 尹大叔当晚就留下诀别信 一个人再次回到瓮城医院 他被戴上稻草帽压着送进了地牢 此时的心情正在吃人 随后便把吃剩的食物 扔到了尹大叔的面前 尹大叔看着怪物身上挂着的木雕 才终于确信 这恐怖的怪物就是自己的妻子 大佐还询问他 和十年未见的妻子相逢是种什么感觉 大佐直接将尹大叔关进了地牢中 准备留作实验 另一边石川的葬礼如期举行 前田夫人认为石川为了妓女而死 实在有损警察厅的威严 吩咐手下将石川的死改为因公殉职 院长也前来吊咽 他很好地完成了前田交代的任务 院长深知前田这个女人的手把子是真毒 连自己的丈夫都能弄死 就在院长沾沾自喜 以为能够加官进绝时 尹采玉却突然闯进了葬礼现场 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枪抱了院长的脑袋 看着尹采玉自投罗网 前田夫人高兴坏了 抓住尹采玉之后 前田夫人要让她彻底消失 于是再次把尹采玉送回了汪城医院 前田夫人找到张代上 她要张代上永远忘记尹采玉 好好经营着她的当铺 自己会保证她在京城安然无忧 奈何张代上并不领情 她不仅要救出采玉 还要彻底和前田夫人断了交情 此刻前田夫人感觉到心寒 要不是她照着张代上 张代上早就死了 张代上没有选择与前田夫人纠缠 她要马上赶去汪城医院救人 她带着大量炸药 决定彻底将汪城医院的地下实验室炸掉 汪城医院地牢这边 尹采玉再次被押送到这里 大左要将父女俩 一同放在怪物母亲面前 看看怪物是否会把他们吃了 怪物母亲感受到女儿的到来 突然就开始暴走 张代上这边也用炸药 炸翻了大门口的守卫 翻墙冲进了医院 怪物此刻又开启了猎杀小鬼子模式 大左用枪胁迫 银采玉当成人质 怪物母亲瞬间就停止了攻击 她担心女儿受到伤害 随后一大批小鬼子将怪物团团包围 大左拉着银采玉当挡箭牌 几名士兵押着银采玉跟着大左 而怪物母亲正在追来 躲在暗中的士兵 对着迎链而来的怪物喷散弹气 怪物被弹气围困住 暂时被隔绝在铁门外 时间紧迫 大左要带走实验室中最重要的东西才能撤离 其余士兵押送银采玉 另一边张代上趁乱摸进了通风管道 恰好在这里遇到了刚刚脱困的尹大叔 张代上决定要炸掉瓮城医院 让尹大叔带着银采玉离开 但是尹大叔看得出来 张代上是真心实意对待自己的女儿 去炸掉地牢基本等于有去无回 尹大叔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了张代上 要张代上好好照顾女儿 随后留下独自安装炸药 怪物这边竟然对弹气有了免 撞破铁门冲了出来 张代上也赶来解救银采玉 大左这边将最重要的探拘血清 和蜡人寄生虫全部装了起来 装好之后赶紧逃命 怪物紧随其后 慌乱之下 大左一不小心打碎了所有血清样本 好在装有蜡人的试管并没有破损 路过关押着名字的牢房 正好听见名字在求救 看着名字即将临盆的场景 大左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幕 张代上这边 终于杀光了压界尹采玉的小鬼子 二人一路往外面逃 尹大叔这边等着怪物的到来 他要和变成怪物的妻子同归于尽 二人一路往外面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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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父亲被炸死在地牢 尹采玉痛苦不已 然而此事逃命要紧 毕竟这也是尹大叔临终前的嘱托 二人开着车 从瓮城医院废墟中冲了出去 没想到的是 怪物没有被炸死 他一路从管道中逃上楼顶 仅仅是被炸掉了一条胳膊 怪物母亲看着尹采玉离开的方向 张代尚要带着尹采玉一起离开京城 去上海避曼 收到消息的罗氏 把当铺里的金条钱币等一切值钱的东西 统统装起来 让伙计给他们送过去 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前田夫人的眼线看在眼里 跟踪着小伙计 一批日本武士将张代尚和尹采玉团团围住 前田夫人缓缓从车里下来 他看着爱而不得的张代尚 不仅要和他断绝关系和尹采玉私奔 还炸毁了他的瓮城医院 他再也忍耐不了张代尚的行为 他今晚就要张代尚死在这里 你二人就要死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如此多的日本武士 二人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身负重伤 就在二人被逼入绝境 即将死于刀下时 怪物母亲赶来了 怪物将这些武士杀的片甲不留 张戴上想带着银采玉逃走 但是怪物母亲却误以为是要伤害采玉 于是追上张戴上 准备用触手刺杀张戴上 为了救下张戴上 银采玉被触手捅穿 她告诉怪物母亲 眼前的男人是她最爱的人 不可以杀掉 随后银采玉便因为伤势过重 死在张戴上的怀里 而此时瓮城医院的地牢中 大佐也并没有死 她剖开了名字怀孕的肚子 在肚子里她发现了全新的新人类物种 这种一生下来就带有蜡人的新人类 刚出生就具有奇异的眼瞳 为了给死去的银采玉报仇 张戴上在石川的追悼会上 安放了大量炸药 前田夫人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过了很久之后 前田夫人再次出现 她变成了恐怖的毁容脸 贪坐在椅子上 在大佐的建议下 前田夫人决定要对自己进行实验 也许她也会吃下蜡人寄生体 而死掉的银采玉被怪物母亲带走 母亲将自己体内成熟的蜡人寄生体 完全移植给了采玉 怪物母亲也就此死去 而死掉的银采玉却立马复活 时间来到了现代首尔 一个颈椎处有手术痕迹的人 出现在这里 等她回头一看 竟然和几十年前的张戴上长得一模一样 不知道张戴上和银采玉是否都实现了永生 还有那个天生变异体的婴儿 故事将会如何发展 期待京城怪物第二集